菜 油 放入切斤 水 盐 生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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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菜 大家好 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我們今天的主角就是全新問世的Fellow Old白色版本 大家看到了齁 非常美的顏色 學長第一眼看下去的時候 就覺得真的是走入一個新的全新時代 因為以前的磨豆機 或是咖啡充武器材都會 可能比較以帥氣為主 男生的面向為主 那現在隨著這個市場 女生的受眾越來越多 其實很多充咖啡的女生也是很有魅力的 相關顏色上面 白色色調的器材也就推特出新 包括像以前的Fellow EKG的白色 然後電子襯也有純白的 然後現在Old也出了純白的新版本 這個是美感上面 又走入另外一個感受度 相信有非常多白色的咖啡店 也是大家非常喜歡的齁 真的是整個氣質加分 那如果各位還沒有拜Old的 之前老婆阻止你的 女友阻止你的 現在有一個很好理由了 可以用白色的Old來好好安泰做 然後這邊就可以獲准 可以升級磨豆機 那好 那這次Old其實在規格上面 它和舊版的黑色版本是基本差不多 那當然它在外觀上面的改變是很明顯的差異的 包括第一個部分是它的烤漆 Old這一次白色版本的烤漆 是非常細膩的很光滑的烤漆 那它的烤漆的厚度 會明顯摸起來的質感 會比黑色版本的厚一點 然後它是很飽滿的 有點像是蛋殼那種感覺 那種細膩度的烤漆 不是霧面的烤漆 是那種很光滑的烤漆 跟EKG的質感不太一樣 像EKG的弧深 它是比較有點像是霧面的 那這一種比較防撞 它的刮傷的程度比較不嚴重 那這一種就是要小心保護 當然因為磨豆機一般來說也不太會移動 所以它可能就是因為這樣 它就沒有特別做像EKG這樣的磨砂的材質 然後包括它的粉杯 也是蓋了一點點 上面原本是黑色的 它改一個灰色的 裡面還是不鏽鋼的顏色 然後機身的部分呢 它上半部跟角座的漆有一點點差異性 但整體來說呢 美的是非常驚豔 那外觀上面呢大概是差異在這邊 然後包括連蓋子也是換色 然後裡面的這個防跳痘的蓋子也是塗成白色 真的細節上面是沒有問題的 在關於它的規格上面 包括我們之前一直跟大家聊過的 64mm的平刀刀牌 但它的平刀是一個比較複合的刀 學長之前跟大家講過 就結合一部分的鬼齒的效果 所以喝起來甜度很高 然後它的細粉率是目前還是非常低的一個磨豆機 就是跟市面上的平刀機 比它的細粉率還是非常低的 大概是5%到6% 然後包括它的PID控制的功能呢 這些都還存在 也是大家比較喜歡的 那這支白色Odd呢 還是有一個地方是跟黑色是有一點不同的 那就是關於它的中軸刀盤的部分 好我們先把它拆開來看一下 好拆的部分一樣 我們把這個白色的蓋子 拆開來以後 裡面呢這個部分有四顆螺絲 OK 那打開以後呢可以看到 中間這個就是它的平刀刀盤 然後呢可以非常輕鬆的呢 稍微抽就會抽出來 因為這次呢 它裡面的中軸的設計上面呢 有讓它更容易能夠抽取出來的小修正 所以以前黑色的呢 可能如果你裡面的油上比較少的話呢 可能會覺得卡卡裡面很好拿出來 那這是白色版本呢它的軸心呢 是有改善的 相信以後新的黑色也會改善 所以這應該未來就算你是買黑色的版本 應該也沒有問題 那這樣子對於清潔來說呢 是確實有一些幫助 你可以讓你清潔起來會更順暢一點 比較不會覺得卡卡的 那刀盤的部分呢基本上是沒有改變的 那可以看到齁 我把我的刀盤放進去以後呢 它會很有彈性的在做內外的這樣會彈粗 這代表說它的中軸的設計上面呢 有稍微修正一下 比較不會有卡住的現象 OK 那以上呢就是白色Odd 它的外觀上的差異 以及它的刀盤上面的小白款 那如果各位呢目前使用的磨豆機呢 還是比較入門的齁 譬如說小動物系列 那有考慮往上升的話呢 其實Odd仍然是這個教育袋裡面 可一時之選啊齁 大概是1萬 現在大概1萬1不到的價錢就可以入手了 說真的在中間教育袋裡面 還是相當棒的選擇 尤其是它的比較低的戲份率 對於新手來說 你會第一時間就會感覺到 我的東西好像變乾淨了 所以呢學長呢 就後半半呢我會跟大家聊一下 如果你今天真的升級了齁 你從小動物系列升級到Odd 那在充足的時候呢 我們有什麼地方需要注意的呢 OK 首先最顯素的地方 就在於它的戲份率降低了齁 一般來說呢 小動物系列大概是有10%左右的戲份率 像Odd大概是5%到6% 所以呢你會瞬間覺得 喔 乾淨度提升了 然後呢雜味也就降低了 OK 但是呢相對來說呢 它的整體的流速 會變快很多 那你可能會覺得 雖然變乾淨了 但是好像變薄了 那我們該怎麼做調整呢 首先呢是研磨的部分 學長喜歡用Odd的研磨度 大約原廠出廠的 因為它都有校正好嘛 大概是4到5之間 一般來說我喜歡4.2 那如果你平常喜歡用比較細的話 你可以用4.1或是4 那我們今天用4.2 OK 然後呢 我們今天使用的是瓜地馬辣豆子 真的是連粉杯都非常的美 好那一樣呢把我們的粉拍平 然後待會注意的部分呢 是我們前半段我會用推粉法 但是呢其實前半段呢 跟你平常使用你的 比較入門的魔豆機來說影響不會太大 就只有剛開始的時候 你會覺得悶蒸起來 效果會比較舒服 因為它的細粉率變得比較低 所以你會覺得你的水呢很容易 吃到粉裡面 這種感覺是很舒服的 這就是升級魔豆機的其中一個很大的 舒服的地方 然後呢所以重點我會放在後半段 那前半段呢我用推粉法 那感受度不會差很多 後半段的部分呢 我會用比較小的水 然後呢並且我會 重點會在外部繞圈 讓你的整體的口感更紮實一點 OK 那我們先做悶蒸 給水正中間一樣 1 2 3 繞兩圈 回中間 好 你會感覺到你的粉吃水的狀態呢 會比較好 因為它的細粉降低了一些 所以比較不會有你給水下去以後呢 這個水呢就 穿不過你的粉 或往旁邊溢出來的這種現象 比較不會發生 會比較很舒服 然後香氣的表現呢 其實歐德香氣表現還是不錯的 然後呢一樣 悶蒸30秒以後呢 我們給 第二道水 從正中間下去推粉 好 正中間等到泡泡 白色泡泡大量涌出 的時候呢 我們就往外繞圈 然後另外一個感受度上面會很舒服的地方在哪裡呢 就是你會覺得 你的 泳出的 咖啡色的這個泡泡呢 它的顏色會變得 比較漂亮 比較均勻 比較不會有那種 跟著泡泡冒出很多 很粗的泡泡的狀況 就是因為你的細粉率降低了以後 就會發生這樣的狀況 感受度上面真的蠻明顯的 OK 那接下來流完以後呢就是第三段我們學校今天的重點就是 尾巴部分 我們稍微補一點點口感 怎麼補呢 正中間給一下就好了 中間間 給下去 一樣 等中間 空氣 湧出來了 看到了嗎 白色泡泡湧出以後呢 然後呢我們就不用往外繞 不用回到正中間了 就在外圍給水就行了 讓它進入一個小的浸泡狀態 然後給到我們的目標計量300cc 可以看到我的 醃水的狀況會比較明顯 這也是故意的 讓尾巴呢 稍微醃一下水 因為細粉降低了 它的一些口感的部分呢 當然會比較輕薄一點點 所以我用比較多的時間來做一個醃水的狀態 讓它的後半段呢 可以補出足量多的Body 這樣喝起來就會很平衡 就是可以比 當你升級過後呢 你升級前 會有這個濃度 但是你會苦雜 但是升級過後呢 你一樣有這個濃度 但是你喝起來不苦雜 那這就是升級一個很爽快的地方囉 示範完畢了 我們來喝喝看 這整套都是白的 這也是Fail的杯子 你用這個手法呢 可以有效的把你的Body補足 那也是為了讓各位 如果你現在要準備要升級了 可以要升級到一個 Old 或是中間魔鬥機 它的乾淨度比較顯著的情況之下 尾巴稍微做一下調整 你的整個風味就會很飽滿很好喝囉 那觀看今天 學長開箱 給了Old 白色版本的內容 就說到這邊為止 那如果各位是白色控 如果各位是想要升級 但是一直沒有辦法升級的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為止囉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